好 直播早安 記得現在位置是在這個菜市場 想必民眾在買菜的時候一定很有感 因為台風庫或菜價是悄悄漲價 那麼還有一項商品 其實這個漲價幅度大家相信一定也很有感覺 就是這個蛋 這個蛋最近也跟著要含著我們實際聞一下民眾 阿姨 像跟妳請教一下說這個蛋 妳有沒有覺得好像要漲價了呢 有 現在餐價比較貴 所以要漲兩塊 但是要漲兩塊嗎 那妳自己買起來有沒有覺得貴很多 沒有啦 沒有嗎 好 兩塊 還可以接受就對了 對 對 可以啦 跟以前相比呢 以前那個產地價這時期 以前差太多了 那這樣買起來會不會覺得 好像荷包有點大失血了呢 是菜比較貴 蛋還可以啦 了解 好 那其實這個蛋 民眾買起來說是貴了兩塊錢 跟以前相比還是有落差 那我也可以看一下這個上面寫說 這個蛋的實價 白蛋是來到了44元 那麼呢 其實蛋上公會是表示說 受到這個颱風影響 部分的南部機場受損嚴重 還有這個部分的蛋機場 也是在換雨中產量是有略略的減少 所以這個蛋價是否要調整 還是有待11號即將公告 那麼如果確定的話 這個批發價 將在明天起變成美台金43元 產地價呢 就會在14號起變成這個美台金33.5元 小米林眾還是相當有感哦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我們將時間鏡頭 交還彭妮主播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